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我怎麼才知道我可以得到多少按揭呢? 為什麼申請按揭要找專業房屋按揭顧問呢? 跟銀河有什麼分別呢? 申請房屋按揭需要符合什麼條件呢? 我第一次買房屋是不是有很多特別優惠呢? 這麼多樓房買賣的問題 就要聽實1clickradio 每個星期二播出的樓房按揭101 我何傑文 和嘉賓主持Alan宋一良 會替大家解答不同的樓房按揭問題 千萬不要錯過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1個百分之百關於汽車的節目 Regina和Todd 論盡車談 無車不闊 車書頻道 車書頻道是由加拿大唯一內容主導中文汽車雜誌 車書雜誌 AutoNerve 贊助播出 車書雜誌 AutoNerve 加拿大唯一內容主導 在加拿大出版了10年的汽車商月刊 每期有實地試車、改裝訊息、專題特寫等內容 大量獨家報道包括人物專訪及車壇內幕等 也是加拿大唯一中文傳媒 經常被不同汽車品牌邀請往北美及海外試車 參觀生產線及出席車展 將第一手資料帶給加拿大的讀者 車書雜誌 逢單月的20號出版 在溫哥華有超過200個派發地點 你亦可以到facebook.com slash AutoNerve 下載電子版 車書雜誌 一本在加拿大生活不可話缺的駕駛生活雜誌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車書頻道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 Regina 陳惠心 在我身邊繼續有我的拍檔Tot HelloTot 你好 各位聽眾好 今天我們車壇頭條有甚麼大事發生呢 當然說說今個禮拜在Las Vegas的SIMA Show SIMA這個字可能對於改裝車不太熟悉的聽眾來說 是甚麼來的 其實它是一個車展 這個車展比較特別的 叫做改裝車展 SIMA這四個英文字母其實是一個宿舍 它全名叫Specialty Equipment Market Association 即是說是一些特別的配件 即是我們叫做After Market Accessories的一個展覽 其實這個SIMA Show 雖然我自己本身沒有去過 但有很多喜歡改裝的朋友 即是Totley 還有其他寫車的朋友 即是專攻改裝部分 都很喜歡去 每一年都很期待在十月底 即是十一月初的時候 就去到這個SIMA Show 除了因為這個Show在Vegas 有很多好東西看、吃、玩之外 裡面真的有很多新鮮、有趣的產品 是可以令人大開眼界 其實各大車廠都放了很多資源 在這個Show 其實這個Show其實很特別 不是公開讓人進去 其實行內要拿一個特別的部分 才能進去 俗稱是Trade Show Trade Show 通常都有兩種人開進去 一種就是Tot 屬於汽車行業的行內人 擁有改裝車的店舖 專門代理改裝的零件可以去到 另一種人就像我一樣 擁有雜誌 在電台報紙上做的傳媒可以進去 今年的SIMA Show 其實我聽Tot說 都是因為大自然的關係 今年的情況好像挺希落下 第一年我記得去的時候 我是1994年第一次去 那年也是比較少人 那一年還不可以拍照 今年因為打風 其實很多航班都取消了 今次飛機是用新的Terminal 3 其實Terminal 3已經夠大 已經很少人 去到我未曾試過 等行李是沒有人會踩到你的腳 這麼厲害 這個SIMA Show 因為Sandy的緣故 很多人可能出席不了 即是飛機去不到 很多改裝設計的零件產品 發展商或生產商 都是來自美加的東岸 沒有辦法 但在SIMA Show 中 其實每一年 Average 都有差不多1萬5個買家 會去到現場 在他們12個不同類別中 挑選他們所想要採購的零件 配套等等 當然在世界各地超過100個國家 更加有不同的生產商 就屬於兜售或推銷或展銷生意 我記得早幾年 其實都有很多來自東南亞的 例如大陸 尤其是台灣 泰國 有很多人去擺檔 去買他們所生產的商品 今年的SIMA Show 有沒有這種情況出現呢 當然 會繼續由很多亞洲國家來擺 因為這是美國主要的市場 當然還有其他世界地方 例如墨西哥 巴西 這些比較近地區 都有很多戰銷商來Vegas SIMA Show 剛才提及過改裝車展 但其實很多汽車的製造商 我們所謂叫OEM 對於這個Show 都相當重視 據我所熟悉的 例如Ford 例如GM 例如Toyota或Sion 都對於這個車展期望甚高 每一年都有所謂的Project Car 在那裏會展覽 展覽的原因 當然不是想你光顧它買那部車 耶穌告訴你 這部車被你買回來後 有多大的潛力 潛力 可以讓你如何改裝 或者將你的車個人化 我們所謂的 個人化 當然也要配合 他們自己會推出的配件 例如Toyota方面 他們自己也有一個 賽車部 TRD 這些都可以在SIMA Show 可以真正正見到 他們的實力所在 因為一般來說 即使我們之前去過 北京車展 巴黎車展 甚至北美的車展 他們都在展覽 Stock Car 即是在普通街上買得到的版本 而不會刻意經過特別的改裝 增加性能 加入了很多特別的配件 即使大家 即使駕駛同樣的車 都會被人眼前一亮與眾不同的感覺 我知道這個SIMA Show 每一年 除了有很多人去採購 也有很多人去推銷 他們自己設計的產品 有很多車廠 展示他們可以 即使駕駛的潛質 改裝 亦有舉行一個 所謂SIMA Award 沒錯 很多時候都很奇怪 因為這些Award 都有時 眾望所歸 眾望所歸 但有些型號 可能有時被人 都很驚訝 可以獲得這個獎 我記得 SIMA Show 每一年在獎項中 大部份都可以說 本土或北美洲的汽車 特別受歡迎 三大車廠 對 即是北美三大車廠 浪圈了 包括了美國通融汽車 福特 以及傑士拿 但今年 因為有一輛很特別的跑車 他可能剛剛失落了 加拿大車評人協會的新車選舉 不過終於 他在SIMA Show 一星期 可以獲得新彩 2012年 在SIMA Show 四大獎項 包括了Hottest Car Hottest Sport Compact Hottest 4x4 SUV 以及Hottest Truck 成績公佈了 剛才也提及過 幾乎被三大車廠 狼闊 但SION的FR ESIC 也是在車輸頻道 第一集節目 介紹過這輛跑車 奪得了Hottest Sport Compact 即是最熱辣辣的 轎跑 可以說眾望所歸 對 這個型號獎項 當然是眾望所歸 其他獎項 包括最熱辣辣的汽車 就是Ford Mazdaq 其實這個Ford Mazdaq 可以說 在這個獎項 在每年這個表演中 都是一個很熱門的產品 因為的確 可以改變的產品 實在太多了 至於最熱辣辣的4x4 SUV 越野車 得獎的是 Jeep Rantler 吉普車 另一個Hottest Truck 當然一定會由美國的車廠 獲得這個榮譽 亦屬於Ford F-Series Tot 去了兩天C-Marshall 有甚麼令你特別留意到 或有特別深刻的印象 例如超級英雄那類 其實這兩年 韓國車廠都非常激烈 可以說一下Hunday Hunday其實是Veloster Hunday車廠本身 放了很多資源 在這個Show 改裝這輛車 當然還有他旗下的Genesis Genesis Group 這幾輛車 其實他們都花了很多錢 和時間去做 這次Show的Veloster 是屬於Turbo版本的那一輛嗎 對 Turbo版本 當然有很多新增 例如Turbo被拿 嘩 很想開 不想提 這些不用說 我看到現在韓國車廠 在C-Marshall 我想他們很快就會趕過日本車 即是跟他們在其他世界各地市場一樣 即是急起直追 無論是原裝也好 改裝也好 他們要搶佔市場 現在他們是非常進取的 除了Hunday之外 另外她的姐妹車廠Kia Kia Kia跟DC Cosmic合作 他們放了超人 Batman 以及幾個不同的卡通人物 放了他們的車 這個概念是非常不錯的 亦不會跟他們的母公司 Hunday有直接競爭 因為我看到他們的改裝方向有些不同 Hunday的方向 比較多些很昂貴的零件 但是Kia 應該說回十年前 他未真正跟Hunday有一個分野的時候 他們多數會做一些高檔的車 當然Kia 怎會是高檔的車 他會放一些很高檔的零件 但這兩年其實我看到他們的轉變 比較一般 不會跟Hunday有直接競爭 非常成功 我在這裏也拍照 因為Hunday和Kia 大家都是剪輪車廠 很多研發都在一起 但無奈你出到市場 去銷售你的銀行 大家的路線一定不能太接近 現在不是自己打自己 變成自己打自己 高檔的鎮皮和各類的 很有豪華享受的配備 而Kia 雖然可以在低價價錢 可以得到一些享受 但始終走的方向 亦給人的感覺 是儲筋 即是更便宜的那種感覺 今年的SIMA Show 因為Sandy的緣故 並不是太多人去 看看明年有甚麼更好的消息 或產品 到時阿Toy可以跟你繼續說說吧 好啊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開我七線斬 再開我劉昇健 華山論見 每個星期一班時事評論主持 我是陳華豪 我是趙錦榮 我是周成康 每個星期五都會在1clickradio節目 華山論見碰面 他們各個純槍涉驗 論盡天下正事 各位華山論見到時見啦 www.1clicksoeasy.com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1clickradio 試車報告 好了 又來到我們的試車報告 我們這個環節 通常要介紹的車 都是世界通行 嗯 經典之中經典 對啦 今天我們應該介紹哪部新車 因為市面上上太多新型號 太多車可以說 其實試不試 說一下韓國品牌 好嗎 韓國品牌當然近年 可以說是氣勢如紅 即不論在銷量上 手工品質方面 甚至是消費者認可方面 都是節節地上升的數字 今天要介紹這一部 是來自韓國現代汽車的 Hundai Santa Fe Santa Fe 大家聽起來 為何好像有些墨西哥感覺 其實不是的 Santa Fe 這個名字是來自美國的一個城鎮 這個城鎮 是一個叫做New Mexico 新墨西哥州 其中一個主要城市 雖然我不太認同它的改名 即隨便找美國的城市做一個名字 例如去外旗下的Tuzon 亦是一個美國的城市 我覺得有點崇美國主義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名字不重要 最重要是車 好還是不好 Santa Fe 來到今時今日 已經屬於第三代的改款型號 在過去兩個世代 全球來說 已經賣了超過256萬部 所以它的銷量和受歡迎程度相當高 而這輛車其實不是推出了很久 是2000年 即是千禧年才正式推出 這輛車可以說是Crossover 或是SUV的始祖 其中一個特別的突破地方 就是它不是採用貨車的車架 即是不是Truck-based的車架去設計 而一開始時 它是用乘客車的車架去設計 所以駕駛時 雖然外形好像很粗號 即是說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設計 而駕駛上手 為何好像很容易駕駛 以及有房車的衝動感 很舒服的感覺 原因就是這樣 來到第三代的改款 我發現韓國元代汽車很聰明 或者市場需要什麼 就會完全滿足你 大家都知道 如果是有錢人 喜歡玩車 一般來說都會選擇歐洲車 歐洲車之後 可能會選擇價錢便宜一點 或者耐用一點的日本車 韓國車的定位究竟是怎樣 於是在設計方面 在Santa Fe身上發現 在車頭方面 有充滿日本車的風味 而車的後面 又充滿了歐陸的色彩 可以說是習國家之大成 即是成為一輛 外形上整體來說 是吸引的 是漂亮的 是Modern 即是一個時常的Crossover 完全沒有第一代和第二代 只有少許鄉下或老土的感覺 這車是否這麼特別 這車最特別的地方 它可以說是大小通行 第一 它不止有五座 那麼簡單 稍後的時間 就會推出七座 而且有兩個不同的Wheelbase 不同的車身段距 有長陣和短陣 絕對可以滿足到 不同地區的消費者 為什麼這麼說 原來你跟很多大陸的朋友聊過 在大陸來說 所有豪華車 最賣得的 一定是Long Wheelbase 長陣的版本 即是中國人的身形 又不是比歐洲人 即是北美洲人高大很多 但總是喜歡長陣 多一點的腿部空間 其實都不知有什麼用 當然這只是一個生活上 即是一個消費上的不同的模式 所以這次Centat Free 在全球推出的時候 有五座有七座 又有前驅 又有四驅 無論你是生活在世界上哪個角落 這個型號 都一定有一款 可以適合你的生活需要 又說回它 比較重要的 就是汽車的心臟 引擎 引擎方面 我記得上一代 它有V6 但這次V6的引擎 在五座身上 就會是Discontinue 即是不會再有 為甚麼呢 因為它將3.3V6的 新的Gas Direct Injection 引擎 留給七座 而在名字方面 即北美洲方面 它將名字分為兩個不同層次 Centat Free Sport 代表五座 而Centat Free 代表七座 如果一架是Cross Over 就可以稱為Centat Free Sport 感覺上好像年輕了很多 這個感覺 在五座的Centat Free Sport身上 有兩款引擎可以選擇 其中一個入門的選擇 我可以說 跟其他對手分別不大 都是2.44氣缸 它最主要是一般的應用 市區、車小朋友等等 都足夠使用 即足夠使用 沒有太大的衝擊、刺激 或是興奮 但如果想再玩心一層 即是喜歡駕駛 但又想要Cross Over 這種類別的車 你不妨可以選擇 它新的主機 就是2.0 Turbo 其實2.0 Turbo 其實不是一個新的科技 Volkswagen T-Guan Audi Q5 BMW X1 基本上都是採用 2公升 無人增壓引擎 大家都是向同一個方向走 而Hunda Center Free 可以說 讓它的對手 例如RAV4 和CR-V 走快幾步 多點選擇 大家的馬力確實相差很遠 如果你是先試的2.4公升 你嫌差一點力度的話 其實它的號碼都不錯 馬力輸出有190匹 但你再試的2.0T 就有264匹 當然是感覺相差很遠 而且在2.0T身上 如果真的喜歡駕駛 還可以選擇6B 即是六前速手動波 那引擎這款2.0T有什麼特別呢 真的蠻特別的 因為它的容積 雖然說Displacement 比較小 比之前取代了V6 原來馬力提升了4% 扭力、壓力也有8% 不過最精彩的是 不僅是馬力、扭力的增加 而在豪油量方面 可以省了8% 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不需要7座位的越野車 這部5座的2.0T的引擎 我覺得市區使用 就算是住在suburban area 這部車也是足夠用的 而就算是2.4也好 T的引擎也好 它們兩部都是採用 Gas Direct Injection GDI的新科技 所以整體來說 這部車比上一代 省了很多 駕駛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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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車身方面 也覺得比例上有不同 原因是這部車 降低了差不多一寸半 但它的5座設計 與之前的GENERATION 輪距保持不變 但因為改過車廂內廊設計 而在車廂內發現 好像比上一代闊落 不論在頭部空間或腿部空間 因為車廂內 比之前那部車廂多了26%的空間 所以這些也是進步的地方 設備方面呢? 設備方面真厲害 以售價來說 基本上什麼都有 電熱座椅 電熱側鏡 電熱軌盤 最棒的地方 記得我剛出來試車的時候 在1945年的時候 電熱軌盤 要到寶馬7是最貴的 你才有機會 還有選擇 選擇要加錢 才能感覺到亂在 手心的感覺 現在你去到KIA的Rio 只要你買最高的版本 都可以享受到電熱軌盤 我其實都很感激 韓國車廠 可以用一些比較低的價錢 都可以給消費者 這麼舒服 這麼好的享受 尤其是我們住在北美洲 這些冬天的時候 簡直是窩心的設計 我還看到有一個全玻璃頂的天窗 這些其實在豪華汽車身上 比如寶馬 都見慣不怪 已經是標準的設備 但你竟然可以在韓國一般 家庭用的車上看到 你會覺得它對你很好 也可以說 在韓國車 為何近三五年 這麼成功 因為很簡單 只要讓人多走一步 付出給別人多 得到的東西 亦會比其他人多 這就是Honda成功的代表 Rajonna 這輛車你會給多少分 這輛車我會給他8分半 R10分 其實在我的評分裏 他也算是相當高的 酒逢知己千杯小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但酒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繼續回來 《車書頻道》 在《頭文字車》 這個環節裏 我們繼續說車 我想問Toy 你又有小朋友 你會否教你的小朋友 凡事要做第一 其實做第一項很難 很辛苦 我不知道這是人類的心態問題 還是中國人的文化問題 我記得我以前在東南亞上學時 有分甲月丙丁 XXX班 有七八班 你不止 希望可以讀到甲班 又是甲班生 還要是首三甲名次 第一是最好的 父母才會有少許好的面色 究竟第一是否這麼重要 其實也是 因為現在每個車廠 在大陸來說 都欠崩頭 想做他們的No.1 Best Selling 第一最好賣的汽車品牌 過去這麼多年 在大陸市場 Tod 你知不知道 哪個汽車品牌 是賣得最好 或是賣得最多 會不會是GM通用呢 對 GM通用除了在大陸賣得最好 他還要是在全球 屬於排第一的汽車製造商 最近剛剛完結了第三季度的汽車銷售 在大陸市場來說 GM終於有了對手 被對手擊敗了 首次被超越了 對 在過去八年中 首次被Volkswagen 這個來自德國的福士集團 擊敗了 但這個銷量 每天都在競爭 又賣又未為輸 因為接下來還有剩下 今年到最後一季 最後一季 最後一季 暫時來說 GM依然有七萬七千部車 在大陸市場上是領先的 究竟 Volkswagen在接下來的三季裏 究竟有沒有能追 追不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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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七萬七千這個數字 其實都很緊張 色目以待 因為這將會是中國汽車零售業的 歷史新一二份 說回GM和VW這兩款牌子 現在全球來說 最大的市場也是中國 這款肥豬肉 他們爭取不放 最近因為釣魚台事件 所以日本車在中國的銷售 可以說是很放緩 跌到一半 對 跌到一半 有多 所以有人歡喜有人仇 Volkswagen 即是德國的品牌 以及韓國的HUNDA 他們都紛紛看準這個時機 再繼續在中國市場裡 出力催谷他們的產品 希望趁別人有困局的時候 希望可以在這些市場裡 搶一杯羹 那專用哪個模特兒最好買 這些模特兒 是在大陸市場 專為他們而打造的 就是有Buildic的Excel 這兩輛是GF大陸市場最好賣的汽車 即是2012年頭九個月頭的時間 至於Volkswagen 究竟哪輛車最好賣 我們都很熟悉 在全球各地都有 就是這部Jakta 這部房車 全中國最受歡迎的是排第四 剛才提及 Volkswagen在第三季度中 成為大陸市場最好賣的品牌 最主要是在北京車展 推出了兩輛新產品 另一個是她的姐妹車廠 Audi A4 長陣 我們之前也提及過 大陸人或中國人 對於舒服的腿部空間的要求較高 但大陸很賣的車 基本上都是屬於Long Wheel Base 剛剛開賺他們的那一輛 至於另一輛 在北美市場是沒有的 叫做La Vida 型號 亦是Volkswagen全新在大陸市場推出的 有兩個新產品 再加上現在很多人不買日本車 所以可以說 Volkswagen或所有日本品牌的汽車 大陸來說 都可以說是冷手收拾熱戰隊 還有另外其中一個對手 韓國現代汽車 在市場的銷售比率 比過去一年的同期 增加了百分之十 相當之厲害 大家都知道 很多時候在大陸賣的車 都是在當地所生產 而回顧Volkswagen和GME 兩個汽車品牌 在大陸不斷爭 第一名次汽車製造商 Volkswagen 特別厲害 在生產量方面 已經有百分之三十八的增長 看看GME 本身只有26%的增長 所以到年尾 如果Volkswagen 超越了GME 我們會覺得一點都不會意外 大陸人口有多少比例有車? 大陸是汽車市場內的肥豬肉 每個人都增傷 將這個產品賣到大陸 最主要來說 就是因為人口夠多 就算現在 剛才你剛才問過的問題 究竟在大陸人口中 有多少人是有車? 原來只不過佔了4.7% 而PP這4.7% 已經可以令到幾間大廠 最大的市場就是在那裏 反而回顧日本方面 其實以人口計算 都是51% 換言之每10個人入面 就有5個人有車 北美洲方面的數字更加厲害 就是每10個人當中 就有8個人有自己的車 即是81% 其實還有10倍的空間可以增長 中國市場經濟方面 可以說是比較低 但汽車市場依然不斷增加 再加上剛才說過 現在全大陸只不過是4.7%的人口 是擁有駕駛汽車 可想而知 這個市場不只是大 還有無限的潛力可以發展 所以各大汽車的製造商 對它虎視眈眈 背後有一定的動機 即是關於Volkswagen 為何它這麼積極追著 G&M在大陸市場 因為原來他們本身 很希望到2018年 可以成為全球 第一大的汽車製造商 世界第一 但他們想不到 原來今年在歐洲市場方面 因為經濟衰退的關係 亦受到很多不同的歐盟國家的影響 可以說是跌至19年來最差 本土市場也有這麼大的萎縮 在歐洲方面 既然市場有這麼大的萎縮 在美國市場方面 亦不是特別的好消息 於是他們把全副精神 放在大陸市場 希望單靠大陸市場 亦可以幫他們達到 在2018年成為世界第一車廠的目標 我們拭目以待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就要按電視 我也知道他們很正氣 但也不用背正氣歌 不是喔 那個節目表寫著 天地有正氣 哎呀 此氣不同鄙氣 你應該讀成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出文替你介紹新戲 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 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新舊電影 咦 更翌日 底氣以前 就一定要聽了 天地有正氣 上次去看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樣簡單 So Easy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樣簡單 So Easy